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如何可持续发展 因为我们经常在讲那个社群工作怎么做的时候呢 会提到它是一个长期主义的事情 当你要在这个社群里面去做一些achievement的时候 你需要的是一个长周期的规划 然后你能够在可能三个月 六个月 一年以后收获到它的一个feedback 那么如果你的社群可能都活不过这个时间 那么你的这些计划都是没有什么意义的 所以我今天会讲这个话题呢 主要就是说作为社群的一个maintainer的这么一个角色 你怎么样保证你的社群能够活过几年的时间 能够长期的在这个世界里面生存下去 我先简单做在自我介绍 我叫Tizen 右边这个是我的GitHub ID 我的DayJob呢 是来自Stream Native公司的一个community manager Stream Native是基于开源的Apache Pasha消息队列 提供商业化服务和商业化产品的一个公司 我的在开源这边的一个角色呢 就比较丰富啊 我是2022年成为Apache Member 然后同一年呢 我成为了Apache Incubator的mentor 我mentor了三个项目 里面有一个是已经毕业的KVLox 还有两个正在孵化当中的Stream Park 还有Open DL 这些我后面都会扣到 然后我的第一个在开源里面的Credit呢 其实是 我是Po6的一个team member 我在2017年的时候 我还在学校的时候呢 就因为我课程作业的原因 我用到了Po6 使用以后我就参与到它的上游里面去 然后因为一些机缘巧合拿到它的Commit Beat 在此以外呢 我还是CNCF的项目 TaiKV的一个team member 我今天讲的流程大概会先讲 从一些例子里面去讨论 说开源社群里面哪一些是可持续的 哪一些不可持续 我们试图去发现这里面的一些规律 后面的两个呢 是我对于开源的可持续性的一些观点吧 那第一个part呢 其实就我们在讲开源社群它可持续的时候 我们想一想就是去看哪一些例子 开源的好的社群呢 非常知名的是Linux和Kubernetes 那到今天的那个Klinux和Kubernetes 我们再去看那个作业maintainer 要怎么样去运为我们社群的时候 我们能不能照搬他们的经验呢 这我给的那个答案是不行 这就有点像如果我们把开源社群 对标成你在运营一个公司的话 那么Linux呢 今天的Linux啊 它可能会有点像Microsoft 那今天的那个Kubernetes呢 我们就对应到Google那边去 你会想说我的盈利模式 就是Microsoft行的 我也行吗 你的组织架构会 那个跟Google一样去组建吗 这显然是不会的 当然他们那个 这两个community呢 他们有价值的那个内容 比方说Linux的那个 虽然它自己不怎么出来讲社群价值啊 但是我们知道开源的那个圣经 大教堂与集市 其实就是讲的Linux的一个community value 那Kubernetes呢 自己有一些类似于 automation overprocess 这样的community value 这些呢是可以去参考的 但是如果你说 我今天建一个社群 我就一定要在那个邮件列表上面 做所有的沟通 我的punch要通过邮件列表来发布 或者说 我要像Kubernetes那样 我要去搞SIG 对吧 像某一些社群一样 搞出100个 200个SIG 我就能够长期发展下去吗 其实不一定 我们来看一些那个具体的 更就是不像Linux或者Kubernetes 那么大的一个社群啊 我们看一些更贴近那个生活的一些社群 比方说Apache Pasha 我这边会放到那个四个图片呢 就是我们来衡量一个社群 它是不是可持续的呢 它还活着吗 有其实有很多的维度 对不对 比方说有没有用户在用 有没有人还在持续修改 我就挑了一个 就是说不同时期的那个contributor graph 我认为说如果有用户在用 其实会推动着说 有人在 还在持续对这个项目做修改 还有做发布 所以这也是一个 我觉得比较好的北京新指标 我做一下解释啊 就是在不同的时期里面呢 我们可以看到Pasha的贡献者 就是第一张图是全时间段的贡献者 我们可以看到这些贡献者呢 它呈现出来一种非常明显的 我在这一段我就突然出现 然后那一段就突然消失了 在那个后面这几个呢 是从21年到那个今年的 那contributor的一个 Top 10的一个状况 那么第一个我们可以看到 是除了Street Native 也就是我所在的家公司 它基于Pasha做了商业化产品 那么它自然是有动力说 我要去推广那个Pasha的 Adoption和Awareness 那么我的用户才更有可能 来买我的商业产品 因为那个Pasha推动的是一系列 那个关于消息队列 怎么做的一个理念 那除此以外呢 还有另外一家Vender 21年的时候呢 因为华为也在那个内部 二次开发这个 用Pasha去做他们的一个 Message Queue的解决方案 所以呢会有华为的同学进来 那22年的时候呢 会有那个滴滴的同学进来 在23年的时候呢 就是因为其实那个 二次开发它很多时候 就很多问题修复完以后 它会聘在一个 相对稳定的一个版本 所以到了今年呢 其实更多的是 由那个不同的Vender 在这边做一个contribute 所以我们可以来做 第一个猜想 打了个问号 不一定是一个结论 就是说是不是商业公司的 二次开发或者产品化 它能够去帮助你这个社群 可持续发展呢 有一个公司在支撑着你 对吧 其实像国内很多这种 开源创业的状况 就是这样 我一个创始公司 支撑着你这个项目发展 那它这样是不是 就是可持续的呢 那我们先岔开来 看一些就是 没有公司支撑的那个社群 它能够 它能够那个 持续发展的例子 像刚才今天早上 那个本超讲的Calsight 其实也是这样的一个case 它并没有那个公司 直接基于它做那个商业化 那么这里我讲的是一个 小众的一个项目 叫Curator Curator呢 是可能大家更多听说过的 Apache做Keeper的 一个Client Library 它从那个作者 2011年 从Netflix捐赠出来 可能在最早期的一段时间 最早的两年间呢 会做一个开发 到直到今天 已经是十多年的时间 我们可能看到说 它的那个Commit 并没有那么多啊 但是像这样一个 一致性的Client Library呢 它并不需要有很多的那个 你不用一直改 它并不是一个很大的一个项目 所以每次我们在做 那个Border Report的时候 我们都说 这虽然是一个很小的社群 但它非常活跃 我们可以看一下右边 就是Curator的那个Framework 它是被800多个 那个Maben Repository上面的 库所依赖的 与之相对比 我昨天晚上去看呢 其实这里已经超过900了 与之相对比呢 像Flink的那个核心的API库 Flink Streaming Java 在这边算出来的数字 只有600多 这个呢就是 它不仅仅是说 你实际的Use 或者说Deployment 它更多的是说 上传到那个Maben Repository上面的 其他的库都依赖你 我这边举几个例子 比方说像Hadoop 像那个Through 像HBase 或者Hive Flink Spark 都会依赖Curator 然后它会在过去的 那个这几年间呢 就虽然Commit并不多 但是其实都是有些 Critical的Fix 或者说一些 偶尔有些新功能的推出 在过去的这几年间呢 它都保持了 每年一个到三个 这样的稳定发布 所以我们可以说 它是一个持续发展的Community 那么我们从Curator 这个例子上面看到的呢 就是像本超 他是从做Flink 发现Flink Seiko 是有Calcite来支撑的 所以他就成为了 Calcite的一个PMC Member 那我呢 其实做Curator 也是因为我最早 在做那个Flink的时候 发现它的那个HA的功能 是依赖那个Curator的 发现里面一些Bug 我慢慢地去做 成为了它的一个PMC Member 那么如果一个项目 它被更多的下游项目所依赖 也就是自身得到广泛应用 这是不是一种开源社群 可持续的一个标志呢 然后我们再看另外一个 比较有特点的一种模式 就是说社群可持续呢 很多时候我们会讲 有没有Contributor 上游是不是活跃地 在Maintain这个项目 是不是在持续发布 那么这种持续发布呢 只要有一个人做 其实就可以了 像我们众所周知的 在Java世界里面 非常非常多项目使用的Jackson 其实可能出乎你意料 它几乎是一个one man work 就是由这个Dr.Jackson 从2008年 直到今天十多年的时间里面 基本上整个项目 大量地集群 当然很多的那个 Plugin啊 很多的Accidention 是其他人开发的 但是它的Core 它的Databind 可能出乎你的意料 都是它一个人写的 就当然有些 其他人参与进来 另外一个呢 是稍微有点悲伤的故事 大家可以看到说 我是8月4号节的这个图 就Vim也是众所周知的 一个BDFL的 一个one man work 它几乎是 也是开发了 19年的这么长的一个时间 我们可以从右边这个 说每个月活跃的 贡献者的图面看到 在过去的十多年时间里面 每个月都只有一个 就是最底下那个线 那个是1啊 就只有它一个人 在提交代码 在这个时间里面 其实你可以看到 这个社群呢 Vim一直被大家所用 它也没有出现过那种 可持续性的问题 当然我们知道 就是比较悲伤的是 那个Vim的作者 在8月5号 就是隔天就过世了 那我最近也在关注说 Vim它的未来 其实会发现说 像这样一个单人的项目呢 如果作者 过早地离开我们的话 它的可持续性 会面临一些挑战 我们可以看到说 在右边这个截图呢 在2021年这个时候呢 作者已经发现 自己身体状况有问题了 所以他的这个contributor 突然就上来了 也是希望说 能够找到更多的人 来能不能够 就是来分担一下 这个维护这个项目的压力 所以我在这边 其实提到了 就是我在截这两个图的时候呢 这两个项目 都还是一个BDFL的一个project 所以我就会说 是不是项目作者的长期投入 它是这样的一个 开源社群 能够可持续发展的根因呢 我们应该说 如果这个作者 他能够持续地去做 那么他肯定代表着 有些人在用 至少他满足了 自己的一些需求 所以它是可持续的 但它或许不是一个根本的原因 比方说 那个JavaScript的这个世界里面呢 我们可以看到 有很多这样的例子 那像Colin.js 是吧 那个作者 也是一个人在写这个软件 那么当他在2020年 因为他个人一些原因 就是无法写代码 其实就是因为 出了一些意外啊 所以他没办法写代码的时候 这整个事情的 那个发展 基本上就死停滞了 在他出来以后呢 他才会往后面 继续contribute 那他其实也发了一篇文章 就是这种单人的那个 单人的contributor 他会有一个问题 他可能会burn out 在那个JavaScript里面 还有其他的一些例子 像LeftPad啊 或者是那个Faher.js 这种都是 因为我的那个内心破防了 对吧 或者我坚持不下去了 像Jackson 像那个Vim 那种其实都是 单人工作的一个 很好的例子 但我们也可以看到 说如果你 把那个开源的可持续性 依赖于说 我一个contributor 个人的那个坚持的话 如果他burn out 他有可能就是 这个项目就此就凉掉了 那另外一个呢 可能大家没怎么听过 因为真的是 你要讲开源社群 不可持续的例子 讲出来的肯定 很多都是你没听过的 他可能几个月 甚至就是 就一年或者几个月 他就死掉了 像我们在Apache的 Incubating呢 其实Apache Incubator 并不能够保证 你的项目 一定能够成功毕业 像这个 大家都没听过的项目 叫Twini 他是一个区块链的Java SDK 大家一听就觉得 不太对劲 对吧 区块链的人 好像不怎么用Java 来开发代码 你作为Java SDK 你能够吸引到多少人呢 所以其实这个 我们也看到 他也是单一作者 在做的这个开发 大概写了几个月以后 可能不止 写了一年多 然后自己可能也不用了 然后发现 也没有谁想接过这个事 那要不就archive调算了 那么回到那个 公司的那个例子 有公司参与呢 其实就是公司 他也并没有就好到哪里去 因为单个公司 跟个人参与是类似的 公司是集体决策嘛 那跟你一个人的决策 其实没有什么太大的出入 这里有一个叫Apache Apex的一个项目 它有点像 就是它有点像Flink 或者Spark 想要去做一个流批议题 这样的一个解决方案 但是呢 在他那家公司 商业化失败 基本上18年的时候 商业化失败 这个项目就彻底没有声音了 然后呢 直到2021年的时候 就埋了 对吧 就archive调了 所以我们再回过头来看 这几个问题啊 就是商业公司自身的 二次开发或者产品化 这个事呢 当它有的时候 它能够 就好像社群里面有很多人 但是这个事情 它不一定 它不是那个根本的原因 因为商业公司可能会淡一条 或者说 它可能会switch 它的那个solution 所以这并不是一个 可持续发展的一个 就你可以依赖的一个东西 那项目作者长期投入呢 这个我就不去重复了 因为个人switch的 那个interest的概率更大 所以到最后呢 你会发现 开源社群啊 就我们今天也在讲 community over code 但是 但是我们做那么多community 我们做那么好的community 根本原因还是为了 发展这个项目 项目的核心价值呢 是来自于 就是来自于它的代码 就是 所以说软件自身 得到广泛应用 我们可以看到 它能够 绑定更大的一个利益共同体 有这个利益共同体以后呢 即使像curator 其实curator的作者 已经崩out掉了 但是呢 我是作为PMC member 我可以去发现 我在去年的时候 发现了一个新的PMC member 因为我们对它 我对它是有兴趣 然后有更多的那个committer 或者PMC member 是对它有依赖 像ZooKeeper里面呢 其实我们后来来的一个 C client的PMC member 它就是因为 它的公司用了HBase HBase用了curator 所以它要维护curator 就是 它维护ZooKeeper 所以是这样的一个传递关系 所以就是要做好 那个开源社群的可持续发展 从Maintainer的角度来讲 我们当然有很多很多的 社群的那个方案技巧 但是根本呢 是要让这个软件 得到广泛的应用 能够凝聚更大的利益共同体 在你这些人呢 因为人就是 就像Vim那个故事 就讲的一样 就是人的寿命都有 都有最终的时候 那么你在你这些人员更替 代际更替的时候呢 软件自身的价值得到证明 它有广泛的应用 还有更大的利益共同体 才能够接过你的一波 让这个社群可持续地发展下去 那么你要去 让软件得到广泛的应用 依赖于它的价值 依赖于它的价值呢 作为Maintainer 你时刻要考虑的就是 如何建立你的核心价值主张 我稍微recap一下 就是刚才的那个 Tweeney他把他的 那个软件的核心价值呢 建立在说 有很多的人想要 用Java SDK来开发Blockchain 结果这个主张可能出了问题 或许未来是 但是至少现在看起来不是 那么这个项目呢 可能就很快地带掉了 我们来讲一些那个Point 就是建立核心价值主张呢 所以它要来自于实际的需求 像刚才那个例子 它不来自于实际的需求 像我所mentor的一个项目呢 OpenDL 它的作者在19年 在清云的时候 其实也做过一次尝试 非常相似的一个 非常相似的一个 一个project 但是我们可以看到 在21年年底的时候呢 因为这个项目没有 因为右边这样说 它没有用户 那么它没有 不再得到公司的支持 所以呢 这项目就被Dependent Board占领了 其实就是整个项目已经 已经呆掉了 那这样你可以看到 在如果说作者 他想要去做一个 其实Beyond Storage 跟OpenDL 都是一个多云的数据访问层 也就是上面你是提供 同样的API 那么底下呢 你是去访问那个不同的 像S3啊 或者阿里云 Google Ager的一个存储服务 这样的一个系统 它在清云里面呢 它最终要找到的用户 其实在客户那边 或者说在那个 外部的用户 你要这样找 那你在找不到的时候 其实你想不清楚 我这个软件 要写成什么样子 它就会变成说 那我去做点简单的事情 我去写那个 Code Generator 对吧 我甚至还重够了三次 但这个东西 跟你那个软件 核心的价值 其实没什么关系 就可能很多人 在讨论那个 社群参与的时候啊 会说我们其实participant 有很多很多的那种类型 你不一定要去写 它的核心逻辑 你甚至可以 不用做Code Contribution 这些呢 当然都是对的 而且它能够 让你的社群更活跃 它能够得到 更多的一个传播 更多的Adoption 但是你这个社群 到底为什么存在 并不是因为 你写了很多的文档 而是因为 它真的解决了 一个实际的问题 所以后来 OpenDL 是从Databand里面 孵化出来的 它知道 就是它再也不去想说 我要解决这个 全世界所有的那个 那个存储服务的 访问的问题 而是我先专注 解决公司推过来的 这几个问题 然后有人给你背书以后呢 你再去找 像那个Rising Wave 再去找Mazzolia的SC Cache 去说 我这个东西它work了 那我可以上在你 这个环境下面 这样呢 其实OpenDL 在今天呢 已经有十多个 这种就是公司级的 或者说是社群 比较出名的那个 project在依赖它 所以我相信它在短期之内 或者说在它 我相信在它毕业之前吧 或者在它毕业之后 很长一段时间内 因为有这个依赖 所以它是不会 轻易地死掉的 那第二个Case呢 就是有 我们可以看到 很多的那个社群 它之所以带得很快 我后面会讲一些例子 就是因为它缺乏 核心价值主张 来界定这个项目的范畴 简单地说呢 就是啥都做 大一统 超融合 对吧 就是那个 我今天 我曾经干过这样的事 就是你可以看到 我的人头像是在这里面 我干过这样的事 就做一个所谓的 存储服务 对吧 我要做一个什么存储服务呢 我要做个多模的存储服务 那么我上面的query 是来自于一个联邦查询 然后呢 它可能有不同的壁子 我甚至写的是壁子 我都不知道 我的壁子是啥 反正呢 反正不管怎么样吧 最后呢 就到我这个Storage Layer了 我是一个多模的 我就Serve所有的人了 然后我去写 我的那个架构图的时候 这是啥嘛 对吧 这就是一个 很普通的一个系统 一个系统 你总有Client 然后有Server 那你到底提供什么价值呢 我作为一个contributor进来 就是你的模块是什么呢 我哪里来干嘛呢 我要参与的话 我要怎么参与呢 所以不出意外的 就这个项目 它没有核心价值 就啥都想做 什么都试一下的情况下 不停地去Switch 它的那个关注点 它基本上 22年5月份 到年底的时候 就已经淡掉了 这也不讲 在那个 然后也要比较好的例子呢 就是那个Skywalking的例子 我昨天也跟吴胜老师有交流 他说那个Skywalking这边呢 他们只支持用户 用三种模式 来访问他们 那个监控的数据 所以你会经常看到 就是就是 吴胜老师也是一个反应 就响应人特别快的 但他也是拒绝人 特别快的一个人 就是有很多社区的那个需求 当他告诉你说 我的公司里面 有这样的一个场景 我想要做 我想要给你这边插一个 在你的核心里面 插一个额外的功能 这样的时候呢 他都会说 Why we should do this It's out of our scope 这样的情况呢 他能够保证说 你的开源 就是其实开源更适合的是 这种基础的 基础软件 或者通用的 当然通用是相对的一个概念 就是通用的这样的一个 一个软件 它持续地去发展 如果说你的这个 那个系统呢 接纳了太多太多的 那个需求 你最后超融合了 对吧 你会发现像 Trinol这样超融合的 一个项目 他在做AP的时候 他也是 几乎强板定了 Iceberg这样的一个format 否则它是持续不下去的 就是community里面 大家会说 这样你啥都能做 那你能不能做下那个 能不能做下那个呢 最后会导致你这个 这个社群的价值 就是啥都做不好 啥都做不好呢 就没人会用你这个软件 没人用你这个软件 就是就再也 就没人对你这个项目感兴趣 就是所有人都会撤掉 好 那最后我讲一个小的故事 就是建立核心价值主张呢 因为真的是我看到很多 就是非常非常多人 在讲community的时候呢 讲的是新人的一个概念 但是我们必须要说 一个社群之所以存在 是因为它提供了一个 足够有创造力 足够有价值的一个价值核心 我最早参与的那个社区是PoSix PoSix是一个非常传奇的一个项目 它那个最早其实是来自于2000年 就是他的项目作者 Larry Well跟他的朋友 在一个会议上面 然后他的朋友跟他说 Po我们整天啥都不干 再这样下去我们是需要完蛋了 所以他就很生气地摔了一个杯子 说不行我们得干点大的事情 然后那个 当然现在我们都知道 Po又凉了是吧 半凉不凉的 所以但是在当时呢 那个Larry Well 就是受这个事情启发 他花了从01年到04年这个时间 去社群里面去交流 然后收集了这样一个启示录 这里截的图 就是他的一个目录 可以提到 他从那个语言的设计 然后呢 语言的一些理念方法如何重载 然后呢 我应该要做几层抽象 我要在哪些平台上面跑 其实都做了很丰富的一个讨论 这个截图呢 只是全文长度的25分之一左右 他都非常非常长 讲了很多内容 那因为那个Larry Well 写了就是告诉大家 说我要做的这个项目 它长成什么样子 而且他曾经做过一个成功的项目 Po5 所以呢 在接下来的15年间啊 Po从00年就提到这个概念 那他最后release 就是最下面这个Racudo 是2015年的时候 他才那个正式release出来的 所以呢 你可以看到 在这些 这个中间的过程里面呢 Pilot实现 它其实是fit到了 我们刚才前面讲到的那个 啥都想做 结果就抽象得太歪了 并不是那个正确的做法 所以人就散了 那Pogs HS呢 其实是因为 它的那个核心开发者离开 因为基本就依赖它一个人在写 所以呢 它从05年到那个07年一走 走了之后 这个项目就凉了 那Racudo呢 它能够从08年到今天 因为它慢慢地发展出来了 最早是应该是 也是一个叫Jonathan的人 然后后来发展了那个Elizabeth 就是有非常非常多的 我可以把他们所有人的名字都 我可以把它好多人的名字都讲出来 参与到这里面去 因为它 那个最终找到了一个相对正确的 在这里我就 我就不讲那个啥 就是相对正确的一种方式 来 来做这个项目 而且我今天呢 也能够在这边跟你分享 说Racudo是一个 非常有意思的一个社群 它对于那个用户的体验也好 或者它对于 语言设计的一个 一个方向 是一个很有意思的 一个community 跟它的一个project 就是因为说它建立了自己的核心价值主张 好 那今天我如果说有一句话想讲呢 其实就是这个 就 大家一直讲community over code 我会把它翻译成 社群重于代码 这个是可以的 但你说社群剩于代码 或者社群先于代码 这个是不太可以的 就是因为我们一直在强调 那个社群比代码重要呢 是因为就是死的代码 或者当前的这个代码 就是如果没有人用 它就会荒废掉 但是就是说社群长青 是保证这个项目代码 持续迭代 持续产生价值的一个 这么一个前提条件 但是呢 你的社群到底为何而存在 你的社群为什么能够持续下去 是因为你的代码价值 你的核心价值立在这里 它构成了这个社群的核心凝聚力 然后最后我再简单讲一些 简单讲一个point 就是说你要 你要保证你的社群 持续下去 依靠单人 依靠单个公司是不行的 所以呢我们要发展 那个多样化的成员 这事怎么做呢 其实首先要去破除掉一些误区啊 就是说 社群的多样化 很多时候我们会变成一个人多 对吧 我有三百个contributor 我有五百个contributor 我就很厉害了 那人多就是多样化吗 其实不一定 因为我作为community manager 有时候我会去接这样的一些指标 就其实做人数是特别简单的 有一些呢就是做得很 就是做得比较不好看 对吧 修一修typo 修一修lint 而且我把它每一个都当成一个contrib 每一个都要提一个PR 每一个都要拉一个新人进来 那这是一种方式 我在那个pidb的时候呢 我做过一个是因为它的测试 确实不太好 就是当你的社群里面 有一些低门槛的工作 然后呢 这个测试重构的工作 基本上它核心的那些理念设计啊 还有它的那个tool keys 都是我做的 但是你最后实际去迁移的这个事呢 它可以重包出去 这样的case呢并不多 但是你可以做的话 其实可以做 所以呢我们可以看到那个pidb 它在我做这个项目期间 有那个尖峰 突然谈到了每个每月 就是当月的那个active contributor 两百多个 所以这种事情真的是可以做 但是这些人呢 其实很多就流失掉了 当然最后也留下来 两三个持续的那个contributor 所以我觉得是一个 非常自豪的事情 因为真正那个 能够给你社群长行 contributor人 并没有那么多 但是人数多呢 就不一定是多样化 就你通过一些运营的手段 就对我是对今天一些 maintain的去讲啊 就比方说你有些压力 然后呢去刷出来一些contributor 但是他们其实会流失的特别快 因为他们并没有去理解 你这个社群他想要做的是什么 那下面一个呢 就是真的需要很多人 参与核心研发啊 我先简单说一下 就是你为了这个社群 产区发展 你必须要有负数的人 去理解你社群的核心价值 否则因为有些人 因为意外那个离开这个 或者短暂地离开这个community的话 你这个社群就会停滞住 但是有一些 另外一个极端呢 就是当你在开源这个项目 尤其是这种企业开源 或者说已经原来有一个项目 要开源的时候 他会想到我的contributor 就是跟我一样水平的人 他就突然就能够 来做我内核的研发了 但是实际呢 做一个软件 不需要太多的人 像我们刚才看到 很多one-man-work 他也是可以工作的 哪怕是像 就像Netty啊 或者是Aka这样的项目 他的核心开发呢 绝对不会超过 就是不会超过两 二三十个人 像PASA里面的那个核心的 就是最核心的开发者 大概每个时间段 也就一二十人的样子 那么第二个就是说 社群那个多样化的维度 当我们在考虑那个 做community 多样化的这个参与者的时候呢 其实很容易想到 都是contributor 但不一定 这里就只是稍微点一下 就是首先是多样化的用户 也是我刚才讲的 你需要把你的软件价值 带给更多的这个audience 那么他们使用呢 才会慢慢转换 它是你的那个源头活水 那么在用户以外呢 其实最容易去 就是为了去上街 那个扩展用户 下街去发展你的 去发现你的软件核心的 那个价值核心的这个方式 其实是做多样化的生态 也就是说把你这个软件 放到各种各样 不同的那个使用的场景里面去 那么你就会发现说 哦 原来我的软件 最核心的价值是这个东西 那你就可以 就是你才能够进入到下一部分 就你需要有一个 辅数的核心研发 来gover掉某几个核心研发 可能因为意外 就暂时或者永久地 离开社区的时候 你的社区还能够 持续地发展下去 那么怎么样 做到这些事情呢 就最后我做一个 有点像广告啊 就是告诉大家 其实刚才讲的这些点 因为今天时间的关系 其实在昨天的那个 开源社区的那个track里面呢 我带的像KVLox啊 还有OpenDL 他们都做了一些分享 对刚才那些点都做了 非常详细的展开 所以我在这边呢 只能告诉说 如果你这个项目 符合这个条件 没有什么broker的话 欢迎大家来尝试 进入到这个Apache的incubator 我们会有一整套的理念 包括说导师 来告诉你说 刚才讲的这个 除了建立核心下之主张 只能maintain的自己做 但是这个发展多样化的社群 是可以通过 Enter的incubator来实现的 比方说像KVLox 对吧 就最后讲几个例子 像KVLox呢 我当时就是 我框出来这个时间段 是KVLox进入incubator的时间段 基本上呢 就是在我最早 这是我第一个带的 那个 我第一个带的那个项目 所以呢 我会有些私心 我真的是投入 开发了它很多的代码 而且像它现在 那个Sharp1的 这个contributor 也是我当时 那个私人关系 我跟它认识 然后正好聊到了这个项目 把它带进来的 然后呢 像那个 就这边其他的一些 contributor 其实都是KVLox 在进入到那个incubator以后 我们有这样的一些理念 能够更公开地去发声 因为以前KVLox 它更多的是 call team member 内部在沟通 但是我进去以后呢 我会告诉他们 很多的事情 比方说你怎么样 在Github上面去沟通 甚至说他们那个 这个早期的一些 这种checking issue啊 还有那种discussion的讨论 我是给他们打样的 包括说我是那个 给他们那个 就是在做那个测试 也是一个测试的 改进的时候呢 跟他们演示了一下 怎么样跟上游的社区 我们依赖的 GoRedis这样的一个社区 跟他的maintainer 去做沟通 他会来给我们做blog 我们会去做一些 联合的宣发 使得他有更高的一个 就更多的人 那他查到Redis的时候 他就发现 有一个alternative 叫KVLox 所以他可以去试一下 然后呢 OpenDL 我就简单讲 它的最终的结果啊 左边 右边 左边 就是0.15这个版本呢 是漩涡当时 还在自己开发的一个版本 就你可以看到 所有的commit 都是由他一个人提交的 但是到今天呢 最新的这个版本里面 几乎只有百分之 不到百分之三十 差不多的commit 是他自己提交的 已经有很多很多的 那个contributor进来 然后能够跟他一起发展 这背后呢 是一整套 那个incubator的理念 我这里就不展开了 然后还有一个就是Stream Park Stream Park在那个 加入到Apache 这个品牌以后呢 其实我们可以发现 它就是发展出来了 非常多样化的一个community 有很多的那个国内 或者国外的这个公司 都开始用它 好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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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谢谢大家